记者黄美朱竹县报道 新竹县竹北莲花寺湿地上周五由县府率队二度前往内政部争取被评定 公告化设为国家重要的地方及湿地却依然受挫 理由又是军方搬出射击安全考量 且担心该处作为湿地后的永续使用控将复杂化 以至内政部决定暂不评定 先协调 消息今天传开导致环保界哗然 有人甚至认为这片湿地若保不住根本是国耻 以南北串联要透过立法院外交国防委员会向军方施压 争取这片湿地可以通归成功 面对前述消息 人目前在德国 曾推动高速公路封路让子班迭回家 近年致力替台湾原生植物 保种的台湾原生植物保育协会前任理事长 陈世阳也忍不住大骂军方蛮汉 陈世阳说 竹北莲花寺师地目前虽是军方用地 却也是国内很多稀有食虫植物的重要期的 其中肠叶茅高菜目前只有这里有 换句话说 这块地如果无法保存 而做其他用途 或破坏 我们将会在台湾失去一个物种 这不但是世界级的大笑话 也是台湾生态保育的一大污点 他说 这是一个很严肃的课题 它关系倒的是我们每一个人 而不光只是食物链的问题 因为大家不了解 政府不重视 所以军方就赶掉 请大家发挥影响力 请军方出来承诺支持新竹县政府的保护措施 荒野保护协会新竹分会也表示 竹北莲花寺师地具有台湾最多种类的食虫植物 宾威的长叶茅高菜 目前发现只分布在这里约150平方公尺的范围内 却是台湾现存最大的生育的 其作为师地的必要性和公益性不言可遇 县府农业术表示 不仅县府支持把这里化为师地 保护珍稀的实众职务 就是内政部队本案也倾向支持的立场 虽然第二次评定仍因无法削弩军方的起见而没有过关 但是依照正常的行政程序 地方及师地都是经过评定 公告后才交密定保育利用计划的 现在为了让国防部彻底了解未来 一旦化设为师地后可能的保育利用状况和土地使用方式 上周五会议后 中央已经责成营建署会同县府跟环团一起先提出上述保育利用计划 以此争取军方的支持 也希望未来如果通过化设 避免军方因人事异动 助政者个人对整个保育利用计划熟悉程度不一 而使支持立场有所松动